2016年开始 我们认识了社区里的老建筑 南郭郡守官社群 并开始关注这个区域 2017年南郭国小开始领域 南郭郡守官社群7号和8号房屋 因此从学校一路经过社区里的溪流 在钻进湾岩的校弄里 到达官社群所在的位置 就成了我们经常走他的路径 越来越熟悉这里后 也没开始思考 还可以为这个老街区做些什么呢 我们第一次进到这个屋子里时 里面已经布置了一个展览了 那是学长姐努力的痕迹 我们认为这件事很有意义 因此我们想要透过自己的力量 让更多人认识这里 我们先把学校走到官社群 这一路上观察到社区居民或路人 所会展现的生活样貌 肢体动作转化成舞蹈动作 再把建筑外观样式画在纸箱上做成道具 于是我们试着用比较动态的方式 也就是跳一首属于这里的舞 希望透过不同的体验方式 吸引更多人们来展现老街区所蕴含的生命力 这首舞我们称为俊手舞 最后在观色前的小广场公开表演 当天的表演很成功 但老实说我们已经没有勇气再带上这个公开表演 因为实在太多质了 有了营运空间后 就有更多的时间 以及更多元的学习在老屋里发展 有一门课令我们意义上深刻了 老师姨姥你们要敲到师父的时候 不会啊 没有那么笨手笨脚 那不是大价 这样叫你了 有这修复就是要保留旧的 能用的就尽量用 这是我已经修复完成 里面的骨架是旧的 外面这个全部都会换新的 等一下我会用那个旧的把它拆下来 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让你们比较比较看看 因为修上被白蚁注食的拉门 我们在拨除旧的拉门表紙 发现到这里藏的公文纸 也几乎都是明治大正年间的 1920是大正9年 1918 这个发现让我们非常惊讶 也决定把这座拉门完整的保留下来 展示在8号观色的床之间 我们察觉到以往的车展都是在室内 需要先吸引大家到这里 才能在屋内感受老屋的魅力 所以紧接着我们策划了在街巷里的展览 首先我们用照相的方式 透过摄影镜头捕捉到观色群的 上弄里独特的风貌 其实在安静的老街区 有像光谱般的色彩 被忽略但有力量的杂草 充满故事性的红砖墙 以及光影错落交织成的美丽风景 还和在云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的大哥哥大姐姐 一起检石散落在观色群各个角落的自然素材 我们把各种素材进行构图和设计 把那些看似无用的落叶 碎石和枯枝等 变成了一个个水泥空作品 并布置在横砖墙上 这是希望大家看完我们的作品后 也能感受到老房子岁月的美丽 我认为观色经过打草委屋之后 就会变得更新人样 所以我就利用小草 表示住所观色的新生命已经诞生了 一次又一次的策展和活动 除了引起更多人对观色的关注 也召唤了曾经住过观色的原住户 进去越过那些杂草 然后我在房子里面 我隐约还能闻到我外公他们的书画 文房四宝的味道 就仿佛还能闻到那些高纸馒头水饺的味道 我甚至会对着空气或者在心里面 我呐喊说老老老爷我回来了 我觉得好像他们有在回应我 我们举办的一七四项小时光活动 让原本住在五至一号的住户 和现在人住在对面的爷爷 有了短暂 但是令人十分感动的相见叙旧时光 哎呀光卫瑞都没有面 哎呀 你爱吃我做的炸酱面你记不记得 这是我初夏还要炸大的 那你自己好好保重哦 可以哦 你看这个样子都没有变 我头发都比你的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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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是变漂亮一点嘛 我应该是变漂亮一点嘛 对对对对 哇太好了很难得了 难得了你们 对呀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好有意义哦 非常难得 感动的画面就像会传染一样 2019年3月 曾经在五号 也就是郡守观色短暂生活的日本人回来了 她是彰化郡守 把锦光山先生的女儿 特地回到她出生的台中州 找寻当时在台湾生活美好的时光 当天八十多岁的奶奶告诉大家 她很感动 觉得很温暖 还能在有生之年 回到小时候爸爸工作的地方 她没有想到说她出生的地方会这么的漂亮 这么的美丽这样 所以她觉得非常意外惊奇 她觉得非常感动 很谢谢大家的接待这样 老屋的存在面临许多考验 2019年1月深夜的一场大火 在七八号对面的九号十号观色 遭到严重的毁损 这也引起我们的关注与讨论 我觉得很惊讶 因为很多地方都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近百年的历史就这样被烧掉了 所以我们举办了消防演习活动 练习使用洒水设备 也在今年元宵节 举办了提灯祈福的活动 表达我们对这个老屋大灾难的关心 我们的行动并没有因为火在停下来 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获得更多的鼓励与支持 张画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老师和哥哥姐姐 用他们的专长来带领我们 进行艺术介入相用的美学创作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街道和墙壁上创作 也期待作舍全外部和内部一点一滴的改变 引动大家重新认识彰化这座有历史的城市 我们记得因为有认识才有尊重 学会尊重才能够珍惜 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 继续写下属于这里的历史 创造有记忆的未来 武器 mari mari m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